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全球最大智能手机制造商之一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在定价前几分钟叫停发行一笔5亿欧元的债券 媒体上有报道称该公司正受到美国司法部的调查 了解这笔交易的银行家和固定收益投资者们表示 周三晚间该债券的需求量还十分强劲 直到华为毫无解释地叫停了这笔交易 这导致投资者们推测此举与华为在美国受到调查有关 一位驻香港的固定收益投资者说 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情况 如果一笔交易被取消那是因为需求过低 华为则表示尽管在欧元债券的询价过程中得到热烈响应 我们还是决定暂停发行欧元债券 华为拒绝就该比交易在最后一刻被叫停的原因置评 华为在一份声明中针对媒体报道的美国调查表示 华为无论在哪里经营都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 包括适用的联合国、美国和欧盟出口管制和制裁法律法规 据悉,投资者已经下了20多亿欧元的订单 银行也已经发布了其最终定价指导 通常来说这意味着临近发售 但是突然之间本次售卖被叫停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方介入调查的前一天 华为就展开了一次投资录影 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 而该公司面临着美国国会和联邦机构提出的一系列限制 旨在进一步削减华为在美业务 据一位看到有关华为改变计划通知的金融经理说 华为没有给出取消债券发售的理由 周四下午,华为在亚洲发行 2027年到期的美元债却价格小幅下跌至92.9美分 收益率为5% 与华为关系密切的银行家表示 在形势变得更加明朗之前 华为可能会一直置身事外 一位参与此次发售的银行家认为 华为拥有充足的现金 并不急于发行新债券 他说,华为可以等待调查尘埃落定 在更恰当的时机筹集资金,强势回归 根据华为网站数据 到2017年年底 华为有307亿美元的现金和短期投资 华为叫停债券发售导致周四中国股市下跌 美国禁止向中国电信设备公司中兴通讯出售产品 引发了贸易担忧 对该行业打击沉重 本月25日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美国司法部正在对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是否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展开形式调查 这是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而对这家中国电信巨头进行的新一轮审视 目前还不清楚司法部的调查深入到什么地步 以及被调查的具体指称是什么 华为发言人拒绝评论 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美国政界引起质疑 在美业务遇到一系列阻碍 本月早些时候 华为解聘了负责与美国政府沟通的五名华盛顿雇员 有分析说这是华为准备放弃美国市场 以上是今天的华尔街焦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